今天是9月29 星期二 由於美股昨晚跌312點 廣估已經大幅度低下607點 即是在期指結算日 剛好趁美國跌了三百多點 就放手大力去踩 衝著期指結算來做 全日的低位去到20368點 收市那一刻是在20556點 比例昨天跌了629點 成交今晚有840億 由於今日最低的指數是20368點 即是今個月已經是先高後低 高位是9日的22228點 低位已經是今日的20368點 波幅有1860點 波幅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很少或者未見過黏在一起的 果然9日是高位 現在29日是低位 屬於一個正常的格局 再看了 由於指數已經創了15年的新低 即是由於4月27日的高位 28589點的回落 技術上的事 仍然處於逐尋底的形態 問題的底在哪裏 這樣解呢 好了 你現在這一分鐘 距離那個2萬點關卡 是只有幾百點的 即是說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應該都不是2萬點的了 老實說 自從恆生指數跌穿了去年3月20日的低位 21,138點之後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已經退守到2013年全年的低位 當然是6月25日的 19,426點 考慮到今年的高低波幅已經8,221點 其實什麼都足夠了 只不過9月份 在月底前 如對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理好消息 加上淡友趁外圍的市況逆轉 就大舉力踩 所以令到市場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但是從好那邊說 看看 6月份的市場跌了2237點 到7月份 全個月的波幅有3623點 8月份更加有4059點 但是9月份 縮小到1860點 就是我自己認為 中期的調整的低位 即使未見 都距離不太遠 也可以這麼說 一眾淡友 就算想做淡也好 來到現在這個水平 他們都會有少少 是卻步的了 因為 你以為2萬6、2萬5 下跌 你還有一個幅度 你去到現在這分鐘 除非是金融海嘯 或者其他不可預計的壞因素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再跌4、5千點 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 或者 我不覺得是金融海嘯 雖然有些說 如果財政有困難 就等於雷曼翻版 也是一件事 但是問題 跟雷曼不能夠相提並論 因為當時是真是海嘯 而如果佳能河 如果是倒閉 或者出了事的話 只是一個營商環境轉差了 尤其是一眾商品的交易 持續下限 他可以通過債務重整等等 重組等等 去避過這次的危機 但是付出的代價都會很大 估計論如何 明天就有金會月期指的 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預計來說 都不會有太大的憧憬 市由於處一浪低一浪 那怎樣才可以擺住這個形態呢 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恆志一定要成功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但是十天線距離現在有千點 你真是說要短期回到十天線是很難的 亦都是代表在十月初旬的市 仍然都會略大反覆 不過呢 未必會好像九月份那樣跌得這麼深 更加不會好像八月份跌得這麼深 因為剩下時間不多 一五年的第四季呢 只剩下十二個星期而已 基金就一直都被險 持有現金比例比較多 但是呢 如果市在第四季 輕輕咬上去的話 他們可能會跑輸大市 有增持的壓力的 所以去到第四季呢 你說持營保態 暫時觀望沒有問題 但是呢 看淡或者是過分看淡 似乎就不太適宜了 好了 講到這裏 聽個收視之後再和你聊天 就算開了 是 插動 暫時 啊 在 Belg少 Z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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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m